桃園市从事资源回收为生的人约有700多人 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减食回收物相当辛苦 但随着疫情影响资收价格崩盘 让本就弱势低收的业者更难以生活 因此桃園市环保局与环保署共同推动资收关怀计划 今年还加码补助最高每月5000元 我们其实桃園市大概有700多位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回收的个体业者 那他们平常就是在大街小巷来做相关的资源回收 那不过因为最近资源回收物的变卖价格崩跌的关系 所以也间接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生计 那所以说我们推出这样子的计划 那我们这些个体业者呢 目前是可以把他们捡到的支收物 拿到我们的桃乐支收站来兑换我们的市民卡的除值 那除此之外呢 环保署也提供了一个加码的补助 那每个月最高的上限是5000块 桃園市环保局为了鼓励个体自收工作者将垃圾变黄金 除了推出桃乐支收站 将回收物换成市民卡消费点数 还有环保署的补助金 让业者可以多一点收入稳定生活 也增加资源回收的成效 目前我们桃園市的这个个体业者 如果把这些废纸容器一公斤 拿来我们的桃乐支收站兑换的话呢 那除了可以换到两块钱的一个市民卡价值之外 那环保署这边也会额外的补助18块钱 那所以说每个月上限补助到5000块钱 那这些补助金的部分会用月结的方式 来汇入他们的一个指定户头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的弱势团体 资收关怀计划补助金采月结方式 指挥账户 个体资收业者只要攜带证件即刻来申请 今年从环保署争取到500万元的预算扩大办理 呼吁符合资格的业者提出申请 记者在尾一桃源报道